大家好 你好!政教论坛 我教之前在中美争霸、熊台、政治揭露 有提过种族歧视的问题 因为美国今次爆了洞乱 主要也是种族歧视的问题 牵涉到余定论 牵涉到很多神学的东西 就说他们 美国是清教徒立国 所以他们有一种种族歧视的思维 源自于预定论 其他东西请你听旧的政教论坛 我不牵涉预定论的东西 但是我们讲到种族歧视 牵涉到圣经自己 是不是种族歧视 我提到新约不是 因为新约是让你自由选信不信耶稣的 没有说是跟种族的 也我不明白预定论 不是上帝突然选择白人 选择黑人 福音没有传到非洲人 上帝就不想他得救 他是战种 福音在中国没有人信 印度没有人信 他们全部没有上帝选择 他们是战种 这个不是我的神学想法 我们相信 福音是个人的选择 信不信第一个决定 牵涉又说 一次得更远得救的 听旧的政教论坛 我相信 当然你信了耶稣 你真的信耶稣 请了圣灵进去 圣灵将你的灵性复活了 复活了就不能死 这个就是复活的概念 是放在灵性上 你选择信不信耶稣 你邀请了圣灵进来的心 你经历了一个灵性复活 你是死不了 你不可以再犯人的选择 你不可以再犯人的选择 令到你已经 复活了的灵性 重新变回死亡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因为那个是神的大能 关乎于 所以我认为一个人信了耶稣 是不能选择不信的 如果你真的得救的话 如果你不清楚你自己是否得救 我就没办法了 你清楚自己得救 就一定是一次得救永得救 不过那一次 是自己选择的 你信不信主在那一刻 就自己选择 这个是我的看法 不去说那么复杂的事情 因为救的政界这么大 讲了很多很多关于一次得救永得救 余定论的事情 一说就来天万丈 但是新约是这样 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信耶稣 今生不信 甚至落阴间也有机会选择 这个是我的看法 我解过 我又不想在这里重复了 但是 喂 旧约怎么看 种族歧视呢 我们上次呢 读那些P典 读到他 喂 尼希米 他其实不让以色列人 跟外邦结婚 那些种族歧视 喂 人家的血统有问题 你和他结婚 是不是影衰掉你呢 是不是沾污了你那个高贵的血统呢 尼希米有类似的概念 所以男女都不让 他不让以色列猬太人的男 去娶外邦女人 他不让犹太人的女儿娶外邦女人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读的 后期一点 以斯拉也是这样的 以斯拉就不让犹太男人娶外面的女人 没有提过犹太女人的问题 我们的理解就是应该在以斯拉年代出现母系成全 犹太女人生的都是犹太人 OK 所以犹太女人嫁了外邦人 就可以生了个儿子 就导儿子做犹太人 那就不用怕了 所以犹太人很注重教育 连女人都教育他 识圣经 就让他教子女做一个虔诚的犹太人 但是如果犹太女人生的 没有这个保证 所以他就尽量逼犹太人娶犹太女人 如果你有几个老婆 那大婆一定是犹太女人 那我的大婆是犹太女人生的 才是犹太人 才可以成绩家产 应该以斯拉的时候可以发展 但是这个也是有一种种族歧视的味道 我又去讲另一件事情 好像圣经有很多种族歧视 我都要讲回事实 旧的圣经 是好似犹 发展到新约 我们那时候跟你说 加拉太书二章 那些犹太人 见到希腊人 本来是同胎吃饭的 比特 以前跟你说过 跟着比特走了去 见到雅各那批人来 就立刻 不跟希腊人 即是外邦人去吃饭 又是有一种种族歧视的感觉 他们犹太人是很优越的 其他种族跟你坐在一起 就不行了 等于中国南北朝 他是贵族 见到河门的人 他触碰过的东西 你立刻都搏开洗手 说这个 这个河门 简直好像有瘟疫 一种侮辱 现在那时候 在新约 有些犹太人的旧观念 好像有一种种族歧视的意思 一会儿再说P点 是不是这么看 就是以斯拉 是不是真的这么看 是否全部都种族歧视 对于旧约 或者旧约影响到的人 犹太教的人 新约的形容 看来 犹太人就很种族歧视 很鄙视外邦人 甚至很憎恨外邦人 觉得其他外邦人 全部都要死 尼塞亚回来 即基督来到 他们犹太人就发败 其他民族就被上帝消灭 那样 那样 有些犹太人 有些犹太人 是这样想的 2000年前 那我又要讲 一个种族歧视 的一个内容 指控 圣经好像都是这样说的 死了 一个我们之前说过 加南人 那我说 那些 那些 美国立国的时候 那些清教徒 就当了印第安人是 加南人 那他们就任意屠杀 那些 那些 南非 即是荷兰人 去了南非 那可能对当地的黑人 有进行某一些屠杀 或者是澳洲 那些英国人 去了澳洲 就屠杀 土著 那样 就当对方是加南人 有人问 加南人是怎样解 那我都要解 创世纪九章 就提到一个故事 罗雅呢 这个大约是J 和E合买的一卷 书卷来的 罗雅呢 他出了方舟之后 在葡萄园中种东西 中种下 他就 在葡萄 就压了酒 喝醉酒了 喝醉酒之后 真的昏迷了 经文就说 对了 加南的父亲含 看见父亲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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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某个程度上 好像在暗示着脱衣 所以说 你 掩盖了 他的身体 其实 有些犹太的诗经 Judicism Bible 犹太教诗 的圣经 这是一个很含蓄的表示 9章22节 他说 含汉见他父亲的赤身 其实就代表了 他 罗雅 他应该 取 山 含的时候 应该有个 有个原配 但是上方舟 可能有个计失 原配跟不到上方舟 可能年纪的问题 但是 那个计失 就 同 是 那个计失的身体 就是 罗雅 这个 可以说 含的计母 是 属于罗雅的 但是 有 说 现在这段经文是暗示 就是 含作为这个儿子 就和 计母上床 跟着 计母上床之后 就生了个 生了个儿子 就是 迦南 其实 医师就是这样 因为 古代 近东 有个习俗 就是 长子 可以和 继母 承继父亲的遗产 包括继母 但是 圣经 很抗拒 这件事 你看 创世记 是有这些 的 所以 提到 雅各 的长子 流变 所以 就和其中一个妾 有性关系 令到雅各不开心 看来 加南 看来 含 又犯了相同的错误 在罗雅身上犯了相同的错误 和她的继母 行任 删了加南 所以 圣经就提到了 9章25节 罗雅发觉这件事之后 就说了 加南 当仇就作 必 给他弟兄作 奴博的奴博 加南人的出处就是这样 跟着 在 所以加南人是战种 在入加南的时候 就有屠杀 你看 约书亚记是说类似这样的东西 你听到是不是头都暈了 为什么 你一个这样的故事 是不是真的是事实来的呢 如果是这样的事实 我就是要承认 上帝命定某些人 某些种族 某些人是战种 这个是 J点和E点 都是对加南人的一个出处 这样去说 然后 在约书亚记 又是说到有一大堆的屠杀 约书亚记十二章 就说到 很多加南人被杀 杀了他们有三十一个王 究竟这些是不是真的呢 我作为基督徒 是不是要对这些所有圣经讲的东西 我都要相信了呢 加南人真的是战种 真是犹太人应该将所有的加南人都杀了 跟着呢 是不是可以 如果当这个逻辑是对的 那是不是西方人可以乱套 某一些民族是渐种 是加南人就可以乱套 但是 如果是加南人和加南人有什么关系呢 黑人和加南人有什么关系呢 或者 甚至黄种人和加南人有什么关系呢 喂 你不欺中国人吗 西方人去 喂 八个联军攻入北京的时候 喂 他们的西教士 不是一直加人老弱吗 西教士啊 团主教说圣人那些啊 为什么会被杀啊 义和团主要杀他们的教士啊 他们的教士根本就不是人啊 在中国也杀人放火的啦 信耶稣一个个好人吗 西方殖民侵略杀人放火的时候 那些教士跟着去 不是一个洗脑的工具吗 不是一个洗脑的工具吗 西方殖民侵略杀人放火的时候 我基本上呢 邏輯上我是不buy 不buy呢 那些是真人真事的 我不buy的 若书夏季呢 这三十一个王呢 其实我读JJ Columns的 那本书呢 我之前展示过给你看 他就考古学研究过这三十一个王 他们是没试过在同一时代 被人攻破了 三十一个王里面呢 只有二十个找到在哪里 二十个里面呢 逐个逐个找到 就没有发现他们在同时代呢 被以色列人一次过攻破了 我相信以色列人有出埃及 但我相信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 我就不相信他们曾经进行过什么征服 他们一吹到呢 可能就在 因为南北战争 就是说埃及和北面的那些的 那些的 那些的 就是那些的客梯人 就有战争 那在加南呢 是一个战场来的 那在一个混乱里面呢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呢 就在那些 内陆山的地方里面居住 那在平原那边呢 加南就是战场了 所以他们呢 就和加南人慢慢呢 就有通分啊 慢慢就繁衍 那样 我觉得他们进加南呢 未必有一场这么轰轰烈烈 杀到周地血的战争 那但是为什么圣经是这样说呢 为什么圣经铺牌 加南人是战种呢 那可能呢 我自己认为呢 就是 由于 约书亚记呢 我现在写得比较迟些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D典的一部分 我们叫它做新典历史的 那么呢 约书亚记是在表达着一件事情 就是说 喂 约书亚呢 是要犹太人坚定 相信 啊 以色犹太人的传统信仰 就是 独一真神的信仰 而反过来呢 加南人的信仰呢 就是多神的 唯有强调 当时犹太人的祖先 不是加南人 才可以 确认了 喂 独一真神 的正统性 这个呢 古代人的一个表达来的 历史不需要是真的 你屠杀了三十一个王啊 那就是杀得很精彩啊 那其实那个是在表达着 喂 约书亚 在北国沦陷了之后 他想逐步 去统一回 以恢复 光复回 用光复这个就对 就对 光复回北部 以色列园的故地 北国的故地 那样 是一个这样的表达来的 这个表达里面 就告诉你 喂 家南人的信仰 不是一个正统 所以 他们的祖先 初初进入家南的时候 和家南人是敌对的 这个是一个 作出来的东西 因为考古学不支持 有这场战争 我们都不 我不承认上帝 可以容忍有这么血腥的东西 但是那是一个表达来的 里面有神学的意思 譬如说 那些家南人 他当然是抹黑得很噁心 以后事实上 犹太国到末期 吸收了很多外邦 即家南人的一些信仰模式的时候 是有很多淫乱的东西 犹太人就把那些淫乱 邪恶全部撥塞下去 这些是家南人的习俗 他就用这个表达 入家南的时候 这些家南人就这么邪恶 所以他们该死 就是这样的 正统是独一真神的信仰 加南人是多神信仰 那时候 当然在 被老前 很多犹太人都相信 所以也说 圣经的解释就是 他因而忘国 无论如何也好 无论如何也好 我自己看 所谓种族歧视的看法 其实真的混合了 对独一真神的信仰 的坚持 其实上一节 我们上一集说到 这个 那个 那些 薩玛利亚人 那些薩玛利亚人 其实都是 信仰是混习的 而且他们到后期 是把信仰扭成独一真神也好 拿了摩西五经 说我都信独一真神 不过 他就说大胃是异端 但是我们读 犹太人的历史里面 譬如说 举例 大胃是很重要的 他们的民族的希望就是说 有一天 大胃的子孙会复兴 但是现在 薩玛利亚人 由多臣 最初排拒薩玛利亚人 因为他们多臣 后期排拒薩玛利亚人的原因就是 薩玛利亚人认为大胃根本是异端 道引南边的犹太人信错了 而一只犹太人的信仰的希望 相信大胃有一个子孙 有一天复兴 复兴以色列 而薩玛利亚人竟然污蔑大胃的时候 是不可遥算 所以很多时候 他那个种族歧视 和 要坚持正统信仰的看法 是混合了 其实他 低贬加南是 贱重 是因为加南人他们真的 敬拜多臣 所以他就污蔑了他 说他们的祖先是 是一个乱伦所生的 即是犹太人整股了这些 这些仇敌 或者是 这些可能是多臣信仰的 这种文化 加南人的文化是信多臣的 有淫乱的 他就污蔑了他 说他们是 乱伦所生 这个是为了他想抬高 独一 真神 信仰的 缘故去 踩人家 我认为 下一节再来讨论 因为有很多复杂的东西 还没说完